妖子快点 开戏了 好 虽然我来配你做 你在那儿有什么意思 你这样我没来做就干嘛 但是看你 我没有做 94年的张婉宜进入演艺圈后也饰演过不少角色 不过很多人记住了陈嫣年乔二强 记住了张婉宜的含后和演技 以至于刻板印象觉得张婉宜颜质身材各方面都不适合骨骼 却没想到这一次长相似的播出确实让大家纷纷表示真相爱 网友更是大屏 别的演员都是吃角色红利 而苍玄却是一位演员红利才没被大家讨厌 事实上这也是一位张婉宜的演技在线 才能让大家故而共情理解人物 而也正是张婉宜这系里戏外的大反差 让杨子终于是找到了同屏的对手 两人不仅仅是在戏中表演技 在片场中也是在battle时更搞笑 一位两人在戏中释下的是兄妹 杨子时不时叫哥哥诱惑是撒娇让张婉宜让一让自己 而张婉宜前一秒说答面 下一秒也是乖乖照做 片场这样的情况说不上多但也不算少 一次杨子拍摄单人镜头却还让张婉宜坐在一旁陪同 张婉宜嘴上说干嘛还要拉自己当背景板 颗脸上的宠妮却是非常的灿烂 瞬间颗到了腰玄的快乐 那么对此你喜欢杨子张婉宜吗 欢迎留言评论